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回到第四節 我們今天講的基本上都是粒字物理 所以我們都不差了 在太空站裡面找到什麼特別的東西? 其實也這麼說 剛巧都是這個星期很多的新發現 所以我們不是故意存回來的 講到國際太空站 除了在上面成為一個實驗室 去做很多地面的人帶上一些微重力狀態的實驗之外 牽涉到物理化學生物的都有 但是其實因為它本身擺了一個太空的空間 在一個差不多去到 過了大氣層最濃密的那個地方 一個離開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空 OK? 基本上就是外面的空氣都非常稀薄的了 在這個狀態的時候 在這個狀態的時候 很多一些宇宙來的訊號 它沒有被這個大氣層擋住 我們就放在國際太空站 其實可以收到很多關於宇宙射線的數據 所以長期就放著這些儀器在那裡 那就是一個特別的其中10個 不多 就是只有10個 這些射線的現象 是對應一種非常奇怪 我們覺得不可思議的物質 而且是一種反物質 它是由一個反物質信號給出來的一些 那大家現在就要討論了 究竟這個反物質 它的發現 是意味著宇宙背後發生著什麼事呢 那原來一路畫下去 就有很多新奇的東西可以說下去的 嗯 那這個反物質呢 如果在正常的情況下 是不是很少看到的呢 因為呢 反物質它很容易遭遇到 正物質就煙滅了 就變成了兩顆光 就是一個正物質一個反物質 大家看到的時候 就最後就互相煙滅消失 就變成沒有了物質 但是呢 那些物質就完全變成為兩個光子 這樣就寫了出來 那你就看到 真是完全全能互換的一個過程來的 這些正物質和反物質的碰撞 那所以一有反物質 就很容易被吃掉了 所以我們覺得就算在宇宙之間 會出現這些反物質呢 都是很短暫很少的 而且呢 的確有一些核子過程呢 它是比較容易傾向產生到這些反物質的 那譬如呢 某一些比較輕的元素呢 當它進行核衰變的時候呢 它很有趣的 它會射了一顆 帶正電的電子出來的 什麼叫做帶正電的電子呢 就是我們正常那些負電電子的反物質 它就會出了一個反物質出來 然後那個反物質呢 很快就會撞到 周圍環境裏面的任何顆電子 然後就會消失了 放出兩顆光 而且都是一些加碼射線級數的光 那麼它出來的那個加碼射線的光子有多強有多弱 就很視乎它原先的那個粒子本身的質量有多少 所以呢 我們現在 在那個以前的科學新知有介紹過 在那個歐洲那個粒子加速器 那個叫CERN 這個最大型的粒子加速器那裡 其實呢 我們是有能力做到 不只是叫做電子的反物質 我們有能力做到一個叫做質子的反物質 就是說呢 原本帶負電的那顆電子 我可以做一個帶正電的反物質出來 然後原本正常世界裡面 帶正電的那顆質子 我可以做一個帶負電的反質子出來 然後還試過呢 把那個正電子和反質子放在一起 變成一個叫做anti hydrogen 反氫 一樣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就是固自然它能夠存在的時間很短暫 因為是反物質來的 那而且它一旦被煙滅的時候 放出來的能量又會高一些的 因為它不只是電子和電子的反物質之間 給出來的能量 還牽涉到質子和質子 OK 那都還沒說到 就是這次這個國際太空站發現 那個氣肉的地方是變的 那它現在呢 發現到呢 由那個國際太空站 收回來的一些數據 發現有其中十個的訊號呢 是對應一種叫做anti helium 的一種反物質 我們呢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找回 我們很久 就是我和台長很久之前 我想都有年多兩年的了 某集的科學新資 是說那個叫做瑞士那邊的粒子加速器 它做到一個反氫出來 那我們是有少許討論就是 如果有反氫能不能做到反害呢 因為比氫重一些的元素就是害了 能不能做到出來呢 但是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 因為如果你要做到反害呢 你要預備到兩顆的反側子 而且希望它們能夠抵抗到大家之間的排斥力 去墜變成為一顆 帶兩個反側子的原子核 最好還要多一顆不帶電的反中指 放在一起 這樣才叫做完成了這個故事 那就是說呢 我們實驗裏面要做到這件事 基本上是極度困難的 如果要我們現在的科技能力 那究竟這件事我們做不到 它存在還是不存在呢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現在似乎由國際太空站 給出來的這個觀測數據呢 似乎這件事是存在的 那接著又更加厲害的不解之迷就是 它怎麼可以存在呢 究竟宇宙裡面有什麼很奇怪的過程 令到這些叫做反害可以存在呢 好了就算真的被它弄出來 什麼可以令它們穿越一個這麼廣闊的宇宙空間 還要撞不到東西 然後最後有一個給我們拿到下來呢 通常的信號就是這樣 我們國際太空站不是真的 去量到一粒反物質撞下來的 它們是呢 有個反物質和正常物質相遇之後 放到一個光 由那個光的信號 我們就由那個國際太空站去量到 我們量一下它的能量級數 我們發覺就和這個 是由質子和這個叫做 輕和反輕或者害和反害這些元素 撞出來給出一個獨特的能量 一個很精確的數字來的 這種元素呢 是可以 不知道為什麼產生了 然後也可以存活了一個 我們想像不到這麼久的時間 走過一個我們想像不到的距離 最後它湮滅了出來的信號 讓我們量到 那整個故事 我們現在呢 就留下一個非常大的不解之謎 究竟它是怎麼發生的呢 我們就不知道了 現在它就說未知那個源頭 但是有沒有人猜過在哪裡來呢 有人去提出一些理論去解釋的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理論呢 是只有一個講義的 其中一些你可以說 宇宙大爆炸的時候 就已經產生了一個死症的 大部分的反物質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是 產生了之後呢 它產生的數量出來不多 它就和很多其他的正常物質就淹裂了 就變了做光子 提升了周圍的溫度 OK 然後就沒有什麼得剩的了 有得剩的就很幸運地 就隨著時間一路推移 它們都會是 遇到其他的正常物質呢 就會沒有了就沒有了 那最後你可以猜到一個百分比的 就是由那裡到今時今日 可以熬到今時今日 可以剩下的傳媒率有多少呢 就是那個數字已經小到不可思議的 就是天文數量級的數字這麼小 其實就是 那這個其中一個想法 但是你還要是產生到一個叫做 反Helion 反害的這種元素 它能夠產生的機率已經不高了 你只要它存活這麼久 又行進這麼久 它的機率其實就低上加低了 所以呢 這件事情呢 就是最後為什麼有 就是我們大可以說 哦 宇宙生成的時候就有了 哦 於是就出來了 那這個其中一種理論 那當然不是說 沒有說成不成為主流不主流的 因為說出來都好像沒有什麼驗證一樣 那另外呢 有一些想法就是 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賴一些我們不熟悉 又未被發現的物質 有人就甚至提過 會不會呢 我們那些還未發現到一些叫做黑暗物質的東西 黑暗物質呢 它原來有一些很特別的行為 就令到有些現象就可以產生到 這些這樣的反興或者反害的了 那然後就是 會不會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抓到一顆來去驗證一下 會不會其實幫助到我們去發現到一些新的 以前未知的黑暗物質原來是存在的呢 那其實當然這個就變成了兩樣都不備驗證的東西 現在你在那裡有一點 就是你又賴我又賴你 究竟誰會出現先呢 要依賴第二個互相依賴這樣 那就變成了一個 就是更加沒有定論的一個假設在那裡 就是大家在那裡吹水 就是去解釋這個反物質 為什麼它在那裡找到 但是在我們的語訊裡面呢 有沒有這個反物質是自然生成的呢? 所謂叫自然生成的意思呢 就是你要透過一個 就是通常是核反應 那這樣講 最理論上 其實也都可以真的做得到的 就是你如果呢 找到兩個能量一樣的加碼射線 你把它呢 很準地真的瞄準到大家 撞在一起呢 你夠準的話呢 是有試過可以產生到 直接由光度產生到 一對的正反物質出來 是可以的 不過那個機率是很低很低 主要就是因為呢 光自己本身去能夠相撞 而產生到那個 這個這樣的核反應的那個 機率本身就不高了 另外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你要是藉著一些 某些元素它進行的核反應 是會有一些的核反應呢 是會傾向產生到那些 帶正電的電子 其實就是反物質的一種 但是會不會有另外的反應 是傾向產生反質子呢 暫時呢 我們這個具體上也不清楚 我要看回我才知道 因為我也要問回 就是究竟那個 粒子加速器那裡 是透過什麼方法來做出來的呢 其實都是應該是需要加 就是我有一點點印象 它都是要傾向是 就是將一個譬如正常的宗旨 就打一些的反物質下去 令它傾向就變成了一個反質子這樣的東西 有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有一些這樣的獨特的核反應 是可以誘發這件事情出現的 嗯 那如果是在我們的宇宙裡面 有多數是正物質 會不會在另外一個宇宙裡面 是全部有反物質造成的呢 這個也是老生常談的 就是我們這個宇宙裡面 就正物質多於反物質這麼多 這麼不對稱呢 會不會其實就是 這個宇宙生成的時候 其實很公平的 兩樣東西都是這麼多 很對稱的 但是兩樣東西最後不知道為什麼 一種不知道什麼的因素 讓它們分開了 各自走開了 於是在另一個世界那裡 就是以一些 以我們理解的反物質為主 就是譬如那個世界呢 那些質子啊 那些質子就帶負電的 那些電子就帶正電的 然後很難才產生到那些 帶正電的質子和帶負電的電子的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世界呢 那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那兩個世界已經是完全隔絕了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去接觸到 那個世界究竟存在不存在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很 一個很不能被驗證的假設在背後 但是這個跟我們剛才第一節和第二節講的問題 都有些近似的嘛 就是我們這個語訊裡面 是不是很多東西都是對稱的呢 是的 那現在就留下一個未解之謎 就是要是我們就要找回物理定律 就要找回 要解釋回這種不對稱是怎樣可以形成的 由我們的物理定律那裡 可不可以說回自帶不對稱性 那這個就解釋到為什麼 一件事多於另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是找不到這件事 解釋不了的時候 你會不會就反而要接受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說其實呢 因為還有一個反物質的宇宙 就在另外一處我們永遠碰不到的 那就是這些學說 就是就是 就是 不能說 就是它就不會同時成立的了 但是就 誰對誰不對 我們沒有辦法去驗證到 是 但是它這個 如果這個對稱的話 是不是代表我們在這個宇宙裡面 有一些固定的規律呢 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推出一件事 就是在我們的宇宙裡面 有一條大的對稱的定律在後面 按照計 這個都是我們的想法 OK 又是反過來 如果是有些東西不對稱的時候 你想這種不對稱是怎樣來的 是的 就是 我們一直問的問題就是 最原先 如果是這些東西沒有到有的時候 我們應該根據一個什麼的假設呢 就是 我會覺得這個就是 你發覺一直問上去的時候 你說 那些物理學的定律本身是怎樣去來呢 那又是不得而知了 嗯 我們這集有結束我們下次再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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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